花莲市立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即将要毕业了 市长魏嘉贤13号特别前往幼稚园和小朋友一起拍毕业照 市长除了恭喜小朋友完成人生中第一个校园学习阶段 也鼓励小朋友能够顺利衔接到小学的教育课程 更提醒家长多家陪伴 让孩子的学习成长更稳健 13号上午天气终于放晴 花莲市立幼儿园的大班小朋友终于可以拍毕业照了 要帮小朋友拍照是一项大工程 尤其是一次120位小朋友 要他们排排站整齐画衣更是高难度 园长老师和摄影师都大费功夫才拍好一张毕业照 第一排小朋友两手放膝盖 很好 其他的小朋友手放大腿 手放大腿 好 准备好看前面谁在聊天 那是谁在聊天 这边一样一二三我们要笑笑的说咔嚓咔嚓 准备一二三 市长吴家贤特别到场和小朋友们合影留恋 并且表示虽然疫情严峻 但仍努力要让孩子们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学习回忆 那今天是我们花莲市医委员的孩子们 那在今年大班族的毕业照 那总共120位的孩子 那今年因为有一些活动 因疫情的关系 有些是取消 有些规模缩小 那但是我们希望说陪伴孩子 最重要的人生的第一张毕业典礼的照片 能够很开心很丰富 所以我们请了相关摄影的老师 来帮孩子来做这样的拍摄 希望他记录起 在医委员的每一次活动的美好 那我们希望后 未来每一个孩子 到我们的小学之后 经由我们花莲市医委员 训练过后的一个衔接教育 能够很顺利的衔接上去 而且不会有脱钩的状况发生 市长魏家贤也提醒家长 要多多陪伴孩子 尤其在从幼儿园 衔接小学的部分 希望有家长的陪伴与支持 可以让孩子的学习之路 更加顺利 介络会欢迎市报导